我准备了新的中文的访谈 跟一位歌剧院的歌手来谈话 他叫做郑佑轩 他在德国奥地利 在主要是德国区国家 当作一个歌剧院的歌手 一个Opensinger 今天的内容非常精彩 我们会谈到他的工作内容 他行业里面的一些事情 他在德国奥地利 他觉得哪有哪些文化差别 第一个差别是澳地利人跟德国人之间的差别 第二个差别是他觉得台湾跟西方国家 或者是德语去国家的一些行为上面的不一样 现在呢赶快开始 而且我也准备了中文的字幕 非常地期待 今天就可以正式地公布这个影片 赶快开始听我们今天的谈话 哈喽郑佑轩 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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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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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非常开心 我今天可以跟你做这个叫做房谈吧 我觉得你非常地特别 我先让你稍微自我介绍一下 OK 我叫郑佑轩 那目前呢 现在是在德国的英明当的 就是住院的一个南高音 那因为疫情的关系呢 所以欧洲现在的状况是非常非常的复杂 那所有的剧院的演出呢 还有音乐会呢 基本上都是平板状况 那因此呢 我也因为遇到这样的状况所以来考虑先回来台湾一阵子 然后等欧洲的状况好一些 我们再来继续做恰富的规划 了解 OK 所以你的工作德国你可以叫做Open Singer 是不是这个工作 Open Singer 所以我很好奇你怎么进入到这个行业 这个整个来龙去脉是怎么发生的 对对因为我从小是在就是念台湾的音乐班嘛 在国中开始音乐班高中也是音乐班 到了大学是音乐系嘛 那一开始我是主修钢琴 跟大力性 那刚开始我还不知道我还能够唱歌 那到高中快要毕业的时候 因为我的钢琴老师跟我说 诶似乎你可以往这个Oper的方向发展会更有机会 嗯哼 因为那时候我们高中的时候呢 在音乐班里面大家都会递修一个课叫做合唱课 嗯哼 那合唱课呢 他们就会听嘛 那我的刚好我的钢琴老师那一天刚好有来 然后听到哦 说你的声音很像可以唱歌剧哦 就是有这个发展的空间 所以因此音乐际会 因为我在高中的最后一年要升大学 要升H的时候 嗯哼 就把我的专业呢换成了歌剧的声乐 这让 这让的一个曲级 我想请问一下 当时候你的你的老师就这样说了 那你自己你自己身上有有感觉到 对这方面的一个倾向吗 或者是对这方面就是啊 可能我对我的声音可能比较有有那种 呃容量吗 或者之类的 就是你很好心 刚开始我在唱合唱团的时候 我的声音都会比一般的同学来大一些些 那我也没有特别的感受到说 真的是可以走这一方面的专业 那就是这样因缘忌讳之下 在杂上我的所有的老师会见 我慢慢觉得很像似乎有这么的一点机会可以发展 所以一直就走到今天 一直慢慢的走到今天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就是光是唱歌然后唱歌曲 我觉得我们大家就非常的好奇 怎么学习 什么步骤啊 包含哪些地方 唱歌来讲的话 我们最重要的就是 第一个声音嘛 声音必须要有好的一个条件 这是一个巴士 然后再来就是好的技术 好的一个发声唱歌的一些技术 因为你有一个基础的一个应典 必须要软强去发展 有好的发声的技术 然后再来是语言 语言非常非常的重要 那以我们这方面的专业来讲的话 我们最基本的就是 德意发音 德文 意大利文 法文跟英文 这四个语言 如果真的要进去歌曲院这一块的话 那这个四个语言是非常非常必备的一个条件 德意大利文 对对对 那如果直接调论到语言这一块 你觉得你比例上哪一个语言用的最多 如果在工作上 就是在唱歌上面唱歌 第一个如果是你在奥地利瑞士跟德国唱的话 是工作的时候意大利语 首先是用最多代是德语 然后再来是英文跟法文 那我的比例是要我再进去 OK你觉得哪一个语言发音比较不容易上手吗 在唱歌尤其在唱歌的时候 是哪个语言比较不容易上手 哪个语言比较不容易上手 哪个语言比较不容易上手 不容易上手 不容易上手 对 我觉得是以我来讲是法语 OK 对我来我本身来说是法语 但是有很多的歌手他们 觉得德语相对来讲是比较难发生 当然每个人不一样 对我个人的感觉 对对对 状态不一样 有些人是从法国开始学 法国在那学 学德剧这一块东西 对他们来讲 法语的东西都比较 比较上手一点 对我来说的话 因为我是 我是一开始就在德语国家 学习 所以我接触的德语相对就 会多一些这样 语感上 嗯 你在演出 你在演出的时候 你觉得你的声音 演出之后会沙哑吗 或者是觉得很累吗 楼下的救火车 我们就带过去 我很想知道 我很想知道 你声音的部分的保护 可以做什么 因为你的工作就是 对明的前茅就是一定会想到就是你的声音 对 声音其实有很多保养的方法 那我们当然在欧洲的话 有一些欧洲的剧院会有 请一些声乐 就是声音的保健的医师 过来 然后就是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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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他会确认 这个声道 的一个健康状态 那基本上如果一个 完善剧院的话 他们就会 直接靠系统 就会去 就是如果真的是声音不舒服的话 他们就会有一些配合的 帮你 处理声音的问题 对对对 会采取药啦 或者是 保养的部分的话 像我们就尽量 以我个人来讲的话 尽量少 少吃油炸的食物 然后 辣的食物 然后 冰的食物尽量少 甜的 这四项 对对对 OK 尽量清炸而出 了解 然后比如说你演出之前 你觉得哪些 措施 比较有助于你的声音 今天晚上 有没有一些动作 你会在上课之前去做 对对对 Espresso 一点点Espresso 好有意思 为什么 Espresso 因为它可以提升 然后增加你的 那个 那个 那个专注力 OK 比如说我今天 我今天晚上 7点有Costello 有演出 那我可能是 下午的 一两点的时候 我会喝一点点Espresso 对这个很特别 对 对 了解 喝下去 马上台链桌 都非常素 所以你可以 你可以给我们 介绍一下吗 你要演出的那一天 会长什么样子 就初略的跟我们 介绍一下 做什么 然后到演出的 那一个时刻 就是比如说我今天晚上有 有演出嘛 那有 那 下午早上的时候 我就 吃东西的话 我就尽量避开甜的食物 嗯 就是比如说蛋糕啦 牛橙汁啦 所以我就没办法 哈哈哈哈 我没办法 两个星 OK 我们的 职业 我们的 HOPISO NET 就是必须要克制这个东西 对啊 就一定要 对啊 对啊 就是要必须有炸的不能吃 然后 那个奶油 太油 太油会生炭 甜跟油 油腻的东西 很容易生炭 就是说你要唱 唱比较高的音域的时候 它就会 比较卡 会不干净 声音会不干净 嗯 嗯 这个就很激动 OK 然后就 文正就进一步 然后你要多久 时间之前 要开始 可能 暖身 或者是暖身 对 我的 经验是最少 演出前的五到六个小时 一定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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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对 因为我是唱 我是唱高音的 所以我是男高音 所以 我的那个暖身 会更 会比一般的 声部再更长一点 我们必须 我们的英语 比较需要 去支撑 对 所以那个 暖身的部分 会比较 相较之下 嗯 嗯 对 然后 欸 sorry 你先讲 你先 OK OK 那 一般来讲的话 为什么 演出的时间 都会在晚上 或是下午 因为早上 对我们人体来讲的话 对我们歌手来讲的话 就是一种折磨 因为我们不可能 半夜的时候起床 所以一般来讲 在欧洲 演出最 常见就是 晚上 不然就是 下午两三点 OK OK 那你演出 你之后 你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 演出完毕 第一件事情 就是 我会 赶快跑到后台 然后 让自己 稍微的 安静一下 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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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会像一般 以我的同事同学来讲 他们演出完就去 舞台 就去 buyern 那 我自己是 我会先 让自己先安静 差不多五到十分钟 收拾一下心情 然后再回归到自己 因为我在舞台上面 我是演 另外一个角色 是 我不是演自己 所以我必须要把 这个心理的状态重新的整理 然后再回归到 现实的生活 然后你会喝什么特别的饮料吗 或者 准备什么 保养 保养的 你说 开水就是最好的饮料 对 OK 然后你刚刚说你在舞台上 其实是不一样的角色 不一样的角色 那么 你其实也在组合 演训跟唱歌吗 还是 还是 主要是 主要是 演 演出 或者是唱歌 这一款音乐 对 我们的 歌剧的话 的训练就是 其实在台湾 在台湾 在台湾 念 这个歌剧的专业的时候 我们就有一堂韩克的表演课 Shoshby 嗯 他就是要 要开发我们的肢体的 在舞台上面的一个 展现 比如说我今天是演 我今天是演一个动物 比如说 我今天演一只狗 我的动作就要像狗一样 在舞台上面 或者是我今天演了一个 兔子 或者是演了一个 好特殊啊 特别 那我就必须要像那个形象 就是一个 那个 表演会不会是开发 开发你的肢体 然后接下来 比较专业的话就是 比如说就是 边讲话 然后边演 刚开始是没有 开始的 嗯 那 在进一阶段就是边讲话 边演 然后在 这个 过后呢 就变成 唱 然后演 就变成真的是 的状态 所以这是一个过程 对啊 在 FATCHER的时候 开始去训练 你有没有一个最喜欢的角色 你在如果看一些比较 或者是你最喜欢的作品啊 你可能里面哪些角色 你最喜欢 演 或最喜欢 诶 诠释 这样子 对 哇 这个很难 因为都 都 都非常喜欢 ok ok 所以 不一样的 不一样的 不一样的乐趣 ok 那你又不觉得 因为 因为演员 因为我对这个行业 我其实基本上也没有演过什么太多 可能在学校很久很久很久以前 之类的 可是非常单纯 对不对 可是对我来说我想象中这个是很很难的 因为你其实你要做一件完全不是你的事情 或是当做一个完全不是你的这个人 可是呢我同时间我听这个说法 其实 还是有你自己的一块在里面 或者是甚至于呢 你把你自己的一块流逝掉 留在那边 然后你回去 你回家 你其实 这块有点像被移走 对 然后 我对这个没有什么了解 所以 帮我们宣传一下 你的体会是什么 对我们 对我们亚洲人来讲 歌剧就是 就是一个非常非常 国外的一个东西 那 我要怎么样演得像里面的角色 我就必须要去传 欧洲人的一些生活习惯 所以我就那时候 我就会去 跟我户籍的邻居聊天 那一方面呢 我训练我的语言 然后一方面也知道 到底欧洲人他们的 思想思考逻辑是什么 跟我们亚洲人有多么不一样 那确实是真的非常非常不一样 对这个文化冲击 已经有深刻的感受 所以 只要 只要你懂欧洲人他们的 思想思考逻辑跟文化 那自然而然在舞台上面 演那个角色就会 很像 OK 很像 就变成有一个形 就变成有形状的 有形状 对对对 因为歌剧跟歌剧古典音乐 这一块的东西 跟流行音乐最大不一样 就是流行音乐的重点 它比较取决于人的特色 人的特色 那古典音乐这一块 它就有一个既定的一个标准在哪 那 它就是有一个标准 那 每个人唱就是必须要 达到的一个标准 这个标准 对对对对 这是流行音乐跟古典音乐 跟OPEN最大最大的一个差异 那你认为思想上 或者对你工作 或者在你自己自身经验里面 比较有贤助的有哪些差别 这些文化 或者是 习惯啊 或者是想法啊 这些 你觉得 你现在就是 如果突然间 哪些马上就冒出来了 另一件事情 我们亚洲人很容易轻易的道歉 OK 对 欧洲人比较不会轻易的道歉 欧洲人会想说 我会先 知道我到底做错了什么 在道歉 那亚洲人是说 你马上不管 去理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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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这件事情 我在念 念那个 我在撒除我念书的时候 很多朋友的教授 为什么你要道歉 你没有做错什么事情 你不需要道歉 你对我们亚洲人来讲 不好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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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这个文化准备很大 好有趣 我对我专门对这块 我要补充补充一句话 其实我的经验是 我要反过来的过程 因为是这样子 就是我从欧洲的变成台湾的习惯 但是不是出力 不是道歉的部分 是说谢谢的部分 我记得有一次我主教回去 然后我就可能 我就写了一个email 我想了解这些事情 那我在那个email 我已经打了 就是可能 请帮我了解这个资讯 我想拿了这个资讯之类的 然后 我姐姐她坐在旁边 她就是看到 我打了一个谢谢 可是 我根本还没有得到什么 她就问 你为什么要写谢谢 你写住好就可以了 住好 这样就可以了 你现在还要 已经还在谢谢什么 我就想到 对 好特殊 那我们在台湾 我们每一段的话 我们说个谢谢 无论如何 已经说个谢谢 对不对 我们这样子就是 说个了解 谢谢 所以 对 好特别 或者是 比如说德语来讲 就是 ja bitte 或者是 na danke 我们有时候觉得 ja danke 我会这样想 所以 他会觉得 老胡 对啊 有时候 有时候 奥地利和德国人 会这样子觉得 所以文化上面 就有非常非常大的 我再来就是 自信方面 因为我们在 亚洲 我们在亚洲 教育系统 因为我到Betcher 我都是在台湾念 我到Master 才开始在奥地利 然后 采访国工作 所以 那个 我从Betcher 到Master 就是中间 我有非常非常大的文化重新 比如说 自信方面 千万千万 我们亚洲 比较容易过度的谦虚 谦虚到 他们觉得 你也像没有什么能力的那种感觉 刚开始 那后来会慢慢的磨合 就是 适度的谦虚 当然要 但是有时候 该拿出来 该展现自己的时候 就是要做 就是要证明 刚才 OK 比如说 我在舞台上面 我就不能 就是像我平常在台下这样子 所以我必须要非常非常非常自信 那这一点是亚洲人会比较欠缺点 OK OK 欧洲人就没有这个问题 嗯 就是你的教育 跟我们的教育的这个思想 就完全不一样 这是我 我对大文化重新啊 OK 其实我也发现到如果活在比较不一样的国家 其实啊 你透过可以比较跟对照 跟就是跟人接触的时候 你也其实可以啊 稍微更认识自己 你可以稍微更认识自己的个性 是什么 是什么样子 因为你必须要在不同的环境运作 对不对 所以啊 你觉得你透过 活在欧洲 活在奥地利 跟活在台湾 这两个蛮不一样的环境 也稍微更认识自己了嘛 然后如果是的话 你可以提到一个例子吗 如果方便讲的话 哦 哪方面的呢 如果说你更了解 关于你自己的一件事情 透过跟这么不一样的人接触 嗯哼哼哼 如果以工作方面的话呢 嗯 工作方面的话呢 我是会比较 欧洲的部分的话 可能会比较适合我 以工作 我自己做的这个 这个 这个 欧洲的话那是 的确是适合 那当然 那这个特征 对你来说是什么 你讲的 嗯 比较多的舞台 比较多的机会 啊 我懂我懂我懂 ok 那台湾的话 可能因为文化上面的关系 那再加上 就没有这么的 市场就没有这么的大 那对我们 做古典音乐这一块的人来讲 就相对的 比较 要少机会 要发展就比较困难 嗯哼 尤其是年龄这一辈 ok 你会这么形容 奥地利的文化界 如果在那个行业想要 想要生存 光是生存而已 因为我觉得非常不容易 所以其实我非常的佩服你 我觉得可以进去那个 没有没有 这个真的很真的很不容易 我觉得什么文化艺术 什么演员 电影业歌剧啊 这些音乐整个都 我觉得里面的竞争 应该是超乎想象 不会这样子形容 超乎想象 所以就是 你的故事 我很想知道 对 进得去 对 因为你如果真的在欧洲 要真的要在欧洲工作 在这个行业上面工作的话 那语言第一个是毕业要件 非常非常重要 尤其是德语 德语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语言 因为你必须要跟你的经纪人沟通 你必须要跟你的银行丹行业老板 谈 然后你必须要跟你的同事 对 同事 平常工作的时候 工作的时候 你们要 就是要做有效的沟通 他妈听得懂 都是导演 也是讲的 他必须要知道导演 所以 他现在排练的时候 他要我什么东西 在舞台上面 你必须要满手 所以 德语的东西都非常非常重要 所以我在奥地利念 在萨埃卜念歌剧的时候 就非常非常的 下很多的功夫 在语言上面 就意大利语 德语 这两个语言 还有英文 下非常非常多功夫 在这几个语言上 那时候的确是蛮辛苦的 因为我可能要同时学德语 又要学义大语 所以 变成说 我这边德语 还没有完全的 变成非常非常的好 然后我就要再去考 意大利语的考试 你认为 最帮助你 学习德文的是 什么样的事情 或习惯 或者 对 你觉得当时候 是什么样的东西 让你 对 就是 最帮助的 哦 因为我 我从小 我就对 对汽车这个东西 非常的喜欢 那汽车也知道 在德国来讲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产品 那因为 因为汽车 我认识的德国是个国家 所以我那时候就是 学德语的时候 我就是看一些汽车的一些节目 就是德国当地的汽车节目 奥地地的汽车节目 然后慢慢训练我的德语听力 那每一天 就是可以 因为我自己的 音乐之外的兴趣 就是汽车 那我的稿可以管路这些的 节目 然后让我的德语的听力 越来越好 嗯 就比较越喜欢 当地人的 想法的速度 嗯 这个就正式了 你要 你要用你的兴趣 来语言 我也是这样去学中文的 就是 我就是想一下 我什么兴趣啊 我就看相关的东西 看相关的影片要书啊 所以这个是 你看我跟各位说一下 你要用你兴趣的主题 那用德文来吸收相关的资讯就可以了 这个是最主要的 对 因为我自己也是非常喜欢欧洲的车子 欧洲的汽车 我也非常非常喜欢 所以也是 也是 因缘忌讳之下就这样学 那我学 其他的语言 比如说法语 跟意大利 我也是靠汽车这一块去学 OK OK 光是讲计程也是 已经是另外一点话 也是很特别 我先我先继续问你 关于你在 你在奥地利 就是在文化界里面工作 人 在那边的人到底是怎么样 如果你方便讲多少 你就讲多少 可是我很好奇 因为我很确定 跟我说接触过的人 也蛮不一样的 虽然我是维纳人 我也稍微 我也进去过一个局约纳 我也看过那个演续 可是 可是这个 光是因为 这个是我的家 可是我也可以 很明确的感觉得出 这个是另外一种人 所以我很后悔 你的 你的 你跟他们的经验是什么 对 因为 我说实在话 在欧洲的歌剧院市场 亚洲人就是非常非常的幸福 看 还是有少许的一些 对于一些亚洲人的一些偏见 还是有 还是有这个偏见 对 所以说 我们亚洲人一开始进去的时候 语言上面就没有优势 所以我们必须要更努力才行 找办法去达到那个 那个要求 所以说我们必须要有特色 我们亚洲人如果进去 欧洲的歌剧院市场的话 我们就必须要自己的一个 一个吸引人的点 嗯 吸引对方愿意 录取你用你的点 比如说我的声音非常特别 或者是 我可以唱那几个角色唱得非常非常的 就演得非常非常好 唱得非常非常的好 没有人可以取代 那可能 剧院就会 想要 想要录用你 嗯 嗯 对对对对 比如说比较 比较常碰到的偏见是什么 是 可能 口音 问题吗 口音 对 口音跟文化 OK 这方面 非常非常大 那文化 可能 哪方面的片 就是在舞台上面的一个 行为举止 其实还是会被文化影响 我刚开始去应征剧院的话 都没有那么的顺利 就是因为这些因素 所以慢慢去喘 我去学 我去看我的朋友 我的德国奥地医的朋友 还有我的欧洲那些朋友 看他们是怎么样 平常是怎么样跟人家聊天 是怎么样 比如说意大利人 他讲话就一定要在手势 对 德国人就是这样 就是必须要有一个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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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势 然后他们特殊的手势 我就想去学 串流 他们其实是他的习惯 用刀叉吃饭的习惯 这个我都要特别学 嗯 就是一些平常在台湾很少 会接触到的那些东西 所以其实我觉得最主要的 最主要的其实是你自己的弹性度 是多高 就是我觉得这个才是重点 因为其实 当然啊 没有错啊 就是现在我们说 不管你来自 你在地区的哪个地方出生啊 可是如果你没有一定的 一定的弹性度应变能力 你也没有办法当格局员 你也没有办法谈骨增 你也没有办法 你知道 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 这个比较是问题 那可能如果刚好你的长相 是哪一个样子 然后你可能刚好 没那个弹性度 或者翻过来有的话 有的话就 哇天哪好厉害 你也可以做这件事情 再来就是 我们必须要敢 要敢去讲这个语言 对 要敢讲 错了没关系 因为在台湾的 在台湾的一个教育是 很多人都想说 我讲外语 我必须要讲到perfect 我才敢讲 可是实际上 no 你必须要真的去 你要透过你讲或听的过程 慢慢的去 慢慢的去改进 对 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 因为如果你不去讲 就很难跨去第一步 那之后就越来越困难 基本上不可能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的关键的东西 你都要敢讲 讲错没关系 但是一定要讲 没办法去学 就是必须要这些 学文化 学语言 必须要这个心态 是有办法 因为语言是勾梦的工具 语言并不是考试的工具 它是一个勾梦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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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国人 外国人一个桥梁 勾梦一个桥梁 很重要的一个桥梁 所以 说跟听 以我学语言的状态是说跟听 是第一步 然后第二步再去写 第三 写跟读 因为我们本来也就是 透过说 我们怎么学语言 母语的 我们当然就是透过说跟听 然后其实写 只是说跟听的另外一个形式而已 所以其实这个是最基本的 对 以欧洲来讲 他们看歌剧的人其实不少 其实也是 也不少人 就是基本上每一场 我印象中 我在 我在我那个剧院唱的场次 每一场 几乎都有做七八成本的人 OK 都会有固定的观众 会想要看那些剧 变成说他们就是 德国 欧洲 德澳 德国 澳地瑞斯 或是法国 意大利那些国家 他们对看歌剧的这件事情 就像我们看电影 那样 那是蛮重视的 嗯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文化差别 所以他们的歌剧产业 才有办法维持 嗯 然后再来就是说 我们的歌剧院的话 歌手都有一个经济公司 嗯 然后经济公司都会去介绍 比如说你一定要进去一个剧院 那你的经济人就会跟那个老板 谈 嗯 嗯 OK 对 然后多性格 然后老板就OK 然后再谈 你都在同一个地方演出 还是你也去过 你也在不同的可能 歌剧院也演出过吗 或者 对 我比较想要走的方向是 有没有地方上人行为上 或者是跟你接触的一些差别吗 或者 这方面 像我举个例 哦 在柏林 在维安娜 在沙尔茨堡 那 气氛不一样吗 还是一样吗 哦 之类的 对 因为我在奥地医院没有唱过剧院 我在奥地医院我只是结束过以前 Open dollar 或者是concert 那就是音乐会 不行 那因为我面对的同事来讲 我对奥地医人比较 比较 有人情味一点 哦 真的 德国人来讲 人情会很重 那德国人就是说 我说亚就是亚 亚就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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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有一个 弹性 就不是很 没有弹性 那奥地医人就是 我就是 啊 没关系 你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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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奥地医的优点就是人情味 嗯哼 嗯哼 那德国的优点就是 他 规划的会非常非常的缜密 嗯哼 他做事情 如果我今天 我今天去定诊 那 他就把所有的时间都给你讲好 你这个 你的接隔车是什么时间来 那你要什么时间 你要什么时间 你要什么时间 都会写得非常非常的清楚 OK 然后这个时间都非常非常的准 嗯哼 比如说你今天住的饭店 你是在哪里 地址在哪里 电话在哪里 然后 集点check in check out 都写得很清楚 那奥地医人不一样 奥地医人就写个大概的时间 然后大概的地点 地点会结好 然后大概的时间 时间 时间就比较会有残性 对啊 就是一个很大差别 然后你签证的部分的话 签证的话 德国的确是 人情味这方面 跟奥地医就很大差别 对我们外国人来讲 呃 你说 比较好还是 就是你说哪一个地方 比较有人情味 对比相较德国来讲 对 然后 好特别 行政 的话 奥地的效率会比德国好一点 ok 因为 ok 好特别 在维也纳也是吗 维也纳 你在维也纳办过吗 还是在 维也纳 跟德国比起来相较 比较还是有人情味 相较不大 ok 但是沙尔斯文明显好很多 因为我听过这样的一件事情 关于宣证部分 如果是维也纳 因为维也纳是首都 是很大的城市 那如果说 是比较小的城市 像奥地医的Gratz Saltburg那边 听说 听说 在那边更有人情味 更容易搬离 因为地方比较小 然后那边的当局 就是没有那么被 被那些 签证潮给铺盖 所以听说在维也纳 还是脾气比较差 可是如果 可是 对 可是 因为在那边办的签证的人 太多太多 所以他们一直在那边 就是被 对际如上 可是我跟德国比较 的确还是好一点 了解 所以我很 觉得这个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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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运气的 还有你会不会 你的德语的沟通 我不知道他们 还有爸爸跟他合作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 以奥地医人来讲的话 奥地医人比较没有耐心 奥地医人 一般 我 我不是讲全部奥地医人 奥地医人相较之下 跟德国的 签证来讲 奥地医人相较没有耐心 他对自己 你不会讲 德语就他听不懂 他就会 很不开心 ok 他就 他愿意跟你讲英文 ok ok 所以他们为什么 到我也那办签证的时候 会觉得 泰国很不好 可能就是因为 可能 个性的问题 他们人的个性就是这样 嗯 了解 那德国来讲的话呢 如果这德语 没有办法 很有效的沟通 那他们还是会愿意 用英文跟你 跟你 ok 对 ok 哇 那 最大的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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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觉得 你可以 踏出房门之后 你想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 你可以在 你可以到外面去 对啊 就是 我想要在台湾到处看一看 就是在到处回味一下 因为毕竟 在国外也有一阵子了 所以 还是蛮想念台湾一些东西 嗯 嗯 或者是风景啊 对 对 因为现在我必须要还有 自我健康管理嘛 所以我不能轻易的去 见面 是 是 台湾反应其实做得非常非常好 你看奥地利来讲 我拿positive的PCR test 对不对 拿negative的PCR test 进去 然后就不用隔离了 那后续是这样 嗯 然后positive只要隔离了几天之后 变成negative 就可以再出来 嗯 嗯 嗯 这个差别很大 差别很大 差别很大 对 所以其实我在这里 其实我现在都没有回去 然后我觉得天哪 我在这里都可以正常做事情 正常工作 正常 在外面拍影片 去健身房之类的 然后 我也真的很珍惜 因为我觉得真的 在整个在整颗地球上面 没有多少地方可以这样子做 所以 太特别了 台湾真的很好 台湾 台湾在防疫这一块 我必须说 做得非常非常的棒 对 我也非常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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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谢谢你 今天可以邀请你 跟我 跟我们 分享你非常保护的一些知识 真的 我很开心 不会 因为这也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 大家 可以好好的交流一下 可以认识更多 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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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好伙伴 对 可以邀先 非常谢谢你 谢谢 感谢